美國藝術家蓋瑞·貝斯曼 在臺北當代藝術館 推出他在臺灣的第一個展 叫做《歡迎來我家》 他以黑色幽默 細虐嘲諷的 創作風格著稱 這次集結了三十年 藝術生涯中的五百多件作品 把當代館的古蹟 變成了充滿美式風格的夢幻新居 裡面有客廳 廚房 臥室 餐廳放了女傭打鬧的照片 他要緬懷以前 家人還在的時候的熱鬧時光 而書房則是放了很多幽靈玩偶 代表了他的父母 經歷二次大戰的悲慘回憶 長鼻子 大眼睛 咧著嘴笑的兔子 圓臉 大肚子 總是跟女生玩在一起的動物 還有可愛的冰淇淋造型角色 這些都是美國藝術家 貝斯曼的作品 出生自洛杉磯的他 從小就受到卡通動畫的影響 也引發出源源不絕的想像力 其中他最愛的角色 就是戴著紅色帽子 白色圓臉的托比 這是托比 真正的托比 托比 托比在2005年 在《愛的托比》 我們想要把 藝術和玩家的角色交流 托比也成為你的最好的朋友 有人喜歡你的鏡頭 你的眼睛 有人知道你的隱藏的秘密 貝斯曼會帶著心愛的托比 環遊各地旅遊 每到一個新的景點 都會幫托比自拍 象徵自己也到此一遊 藝術家貝斯曼創作橫跨插畫 動畫以及裝置藝術等不同領域 這次把整座展場打造成自己的家 每個展間分別用客廳 臥室以及餐廳 展出自己30年來的作品 一進到餐廳可以看到大大的托比坐在餐桌前 對面則是女傭打鬧的照片 緬華以前父母還在世時 家裡熱鬧的場景 貝斯曼的父母在二戰中 從納粹屠殺事件存活下來 於是他在書房放了很多幽靈玩偶 記錄這一段殘忍的歷史 色彩繽紛的遊戲間則是充滿各種布偶 假日還會帶來行動短劇 跟民眾現場互動也邀請大家一起走進他的天荒